我赢得上加倍 GTV好消息国度报道 秉持成为台湾众教会的平台 除了报道跨宗派教会间的交流连结 节目中邀请跨宗派牧者代表 分享这十几年来上帝在台湾合一旅程 奇妙的带领 而话题从六月初台湾疫情解封之后 一场国度合一家人同行聚集开始说起 超过三百位牧者跨宗派 跨族群 跨机构和跨职场领域的连结 因着更深的认识发现彼此不同 但是却在主里看见上帝国度的丰富 而这不只是一场聚会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都是在国度里成为家人一起同行 邀请您加入今天的节目 与上帝更深的对齐 也共同观看上帝的作为 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要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我要观看神的手 当我知道神在做什么 我们就去跟祂一起同工 与祂同行就绝不会枉然劳力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神在我们教掌所他之地 在台湾在全地的华人当中 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工作 特别是在合一和同行的事上 在六月初 周神祖牧师召聚了有大概三百位的牧者 也有机构的负责人 还有在职场上的一些弟兄姊妹 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观看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牧者 都参与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 我们继续数算神的恩典 也继续来观看神荣耀的作为 周神祖 周牧师 周牧师好 好 大家好 来 郑伯仁 周牧师 大家好 家中 家中牧师 家中好 生好 弟兄姊妹好 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在问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参加的人都不太知道 我们去问周哥自己也不太清楚 可是这三天的时间 我想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觉得 充满神的荣耀 也许我们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你没有参与在这个聚会里 我们剪了一个短短的VCR 和您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 神在那几天当中 让我们看见了什么 不只看见那三天做什么 看见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神在我们中间 做了些什么样荣耀的事 疫情减缝之后 台湾教会的牧长们 举办了国度合一 家人同行的聚会 盼望彼此可以建立更多的关系 发起人周神柱牧师也提到了 合一不是我们都一样 或许祷告敬拜 信仰实践的方式不同 但是合一使得大家可以继续一起往前走 这个旅程让台湾各族群也彼此攜手 看见原住民的牧长与汉人的牧长们 在神的面前彼此认罪悔改 让道歉成为了一股破除高墙 与修补伤痕的力量 我第一次看到家中 跪在我们前面 流着眼泪 这是我第一次 有一个汉人 很真诚的 愿意打开祂的心 也愿意在神的面前 为我们的骄傲 为我们的民主优越感 为我们的宣教策略 等等等等 虽然没有什么资格代表宣教师 但是我想在这边愿意向大家道歉 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 大家彼此看见自己的亏欠 圆 汉 彼此认罪 我们看见宣教士 也在我们当中来认罪 说他们的骄傲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感谢宣教士都来不及 但是我们却看见宣教士 说他们有骄傲 他们认罪 在众人的歌声当中 唱出了合一的共鸣 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 待机中在圣灵的带领下 也看见了每位牧者 真实却包容接纳 跨越族群的隔离 彼此牵手歌唱跳舞 更感动他可以把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灵 带回到生活之中 另外国度的范围 不仅限于教会 也包括了机构 职场人士 众人更宣告要带着属神的价值观 为主在媒体发光 让主流媒体也成为主的媒体 更连结了各宗派教会 借着真诚敞开 消除历史带来的分离 更共同祷告 要挪去阻碍合一的障碍 是不是在今天 宗派跟宗派之间 多少的得罪 我们辩论了很多 无聊的神学问题 其实里面最深的是 我们的老我 那个肉体 我们今天放耶稣去的名 把这肉体 再次定在十字架上 朱卫中也让青年的牧者 用逗趣的方式 表达出了新一代的思维 改变了形式 却没有改变真理 竭力地成为了 上一代与新世代的桥梁 因为我就是喜欢稳定 一辈子唱耶和华 祝福满满 都还会流眼泪 对不对 但是那些年轻人 他们是不能够的 他们你唱 他们就想抓玻璃 逃跑出去的 你知道我的小时候 我们唱的那个诗歌 翻出来有九节 我真的要下跪了 就是再好听的歌 要唱九遍 最害怕的不是这样 最害怕是 你会一感动 就说我们从头在一起 青年牧者们 也带领着牧长们 骑身呼求 要赢得下一代 不要让传统的框架 抑制了下一代的复兴 国度合一 家人同行 打造出了众人 合一的基础 我们一起同心 建造荣耀的教会 我们一起看见 神荣耀合一的家庭 在这里 看见神荣耀的同在 盼望不仅是要共同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和而为一的心 各样在未来 众教会彼此资源 共享建造下一代 一起成为拥有 基督文化的家园 过了大概将近 有三个礼拜 我在看这段影片 还是很多地方很感动 对他很好笑 但是真的是很感恩 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国度合一 一个教会要合一 都不容易了 何况是在国度当中 但是在那个聚会当中 我们看见的有两代的合一 有原住民跟汉人之间的合一 各个族群之间的合一 各个宗派之间的合一 机构跟教会的合一 也看到很多在职场上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和众教会和众教会一起的合一 我觉得很感动 我想这一次的聚会 真的很特别 很多的聚会都是经过 很长时间的筹备 但是这个聚会 我们从街道通知到聚会 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可是大家都这么忙 可是很奇妙的是 大家都愿意放下工作来参与 我觉得这个聚会能够做成 就已经是一个神迹了 周哥为什么会开始这样一个聚会 我想这个聚会 其实我们本来要办的聚会 跟这个聚会 其实完全不一样 那在我们那时候的预备 其实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疫情 所以那个聚会就停了 一停的时候 然后在靠近的时候 当我们再一次来思想 来寻求的时候 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动 就说好像疫情过去 到底神要让我们 让台湾的教会 我个人感觉 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 所以我们就好像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是怎么样的一个聚会 那后来慢慢慢慢 其实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开始有一些的祷告 寻求一起有一些的思想的时候 就开始这几个字出来 就是国度合一家人同行 那所以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就看见 神就带领我们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包含定下那一个时间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冒险 因为那两个礼拜 就是刚好我们定的那一天 前一天好像松绑 是 然后就看见神 不然不能群聚 不能群聚的聚会 就是看见神很奇妙的 也是当我们在邀请 最先邀请的时候 好像那一个整个对象 好像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但是感谢主 就是在最后 那一两个礼拜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那我觉得 其实真的是神做的 神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带领 以至于我们期待说 盼望 好像在疫情之后 我们这些在国度的里面 包含在教会的里面 这些在一起 合一在一起 能够好像家人一样 同行进入一个新的季节 刚才在影片当中看到 原住民跟汉人之间的一些合一 和基督徒们之间的合一 在这里面 我知道江中牧师 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 付了很大的代价 在这个合一的过程 江中牧师 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样开始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 其实原汉的同行 其实过去一直都有过 很多人都在做的 那么这是2013年的时候 当我们在香港一个聚会里 我们看到说八国联军的代表 就是后代了 向华人跪下来 然后请求饶恕 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给所有的华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释放 那么到回来的台湾之后 我们在 就在座主部也记得都在 我们在交通说 我们对原住民 是否主要我们 要去跨越出 我们过去可能 我们口头上已经说过了 肯定也做过某个程度的 这个悔改认罪 但是是不是很到位 那么我觉得主也感动 这些牧者们觉得说 我们应该是更加的认真的 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主也在提醒我们说 原住民要跟汉人要合而为一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主就告诉我们 你先到太亚族去 当我们去的时候 原住民的牧师 问我们讲说你们来做什么 这时候圣灵对我们讲说 我们又要你们说什么 我要你们听 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把你们的耳朵交出来 把你们的心交出来 听他们要对你们说的话 所以后来的这个旅程里面 就一直都是 当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时候 我坦白讲 我听到原住民讲心里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神非常恩待我们 因为这是我们不配听到的 因为是心里的话 这心里面的话 我们说听到人的心神 是很奢侈的事情 那他在讲的时候 我们才晓得我们在过去 如何对他们在产业上的剥夺 对人格上的污蔑 践踏 讲出来这些话 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回应的话 我们等于是二次的伤害了 所以当我们听完的时候 我们一面听起是我们 很深的罪疚感 很深的罪恶 就是很深的这种愧疚 因为这都是事实 这不是嘴巴说 对不起就能了事的 那圣灵感动我们 因为我们能够表达最高的一个诚意 就是我们就跪下来 然后我们流眼泪 请求他们饶恕 我们看到圣灵自己的动工 然后他们饶恕 并且帮我们扶起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旅程都是 这些原住民的兄长们 带领我们一个组一个组 就往前面去 往前去行 其实在宗派当中 我们也看见神在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 因为彼此连结得很好 就可以接受帮助 而且也可以帮助别人 就感受在这个神的家里面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幸福感 而且归属感 这个侍奉哲学 特别是在这两年 慢慢慢慢地普遍为各牧者 还有地区领袖 他们所接受 他们也觉得太过忙碌 太过紧张 太过施工化 那么太过目标导向 那他本身就是先建构 很好的团队 再做目标导向 所以我们就慢慢地调回来 那么开始建构很好的关系 1954年 我们进信会成立了联会 当时的宗旨就是我们的联会成为各个教会 连结各个教会 使他们可以合一完成主的大使命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会会也是这样的意义 那当这次联会完了之后 回来想说 哎呀 这不是我们原来就是有这样的目标 只是这几年可能我们忽略了 或者我们有做还没有做到很好 还没有到位 但是我们几个同工可以一起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 我们私底下可以再来召聚 并且我们来讨论未来我们怎么更多的连结合一 甚至是跟外教派更深的连结 好叫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主在我们台湾的命定 我们一起来完成主的托付 感谢主 年牧师提到说 不只是在他们的宗派里面有更多的连结 而且要跟各个不同的教会 各个不同的教会都要有连结 而且所有的连结是要进入神对我们的命定 家中在回家的团队里面 这是一个跨教会的一个团队 也在我们中正区台北市中正区里面还是负责 在这样的一些合一当中 你看到什么 大家为什么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 真的很奇妙 就是大家忙还把时间抽出来说 那都走在一起 那不是忙上加忙吗 一边还是要去 忙上加忙是好像大家想象得出来的 可是正好相反就是 就是因为自己忙到个地步之后 忙不出果效来了 就是自己解决不了很多的问题了 就非得要连结其他的人 单打独斗不能够去解决问题 如果大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好像那彼得 他说整个劳力没有打着什么 那他就选择要不听主耶稣讲说 你把王撒在水深之处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抉择了 当我们看到大家愿意说 我们就来寻求主吧 我们来聆听看主我们怎么做 所以当他有这个看见的时候 我们反而就一起来 就不谈事工了 因为事工只会让大家感觉到压力更大了 反正想想看说 主在这世代当中 有没有事情是你要做的事情 比我们现在做的更重要的 这个事情没有成就 我们所做的 其实果效是很有限的 当他有这些看见的时候 聚集在一起 没有别的 就一起来学习聆听主的话语 那我们就看到说 领导会很奇妙 就以前如果只谈事工 大家不对想来 真的说一起来敬拜寻求神 大家反而愿意来 是 真的很奇妙 那么现在领导会 就是越来越能够回归到连结祷告 然后你看到像24期祷告城墙 像台北十二行政区 也连在一起祷告了 然后连结基隆 新竹 西海岸的一些地区 我们就看到说连结起来 这个主在我们当中做的事情 其实远超过我们个人的教会 甚至一个宗派 做的更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习主 当然是主 祂的心意 我们顺服 我们就这样去做 对 合一是主的心意 如果那是主的心意 再忙都要去做 而且我觉得那个很棒的是 我相信家中在回家团队里面 会常常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合一在一起 像你讲的 我们一起寻求神 然后照着神的生意去做的时候 那个工作是事半功倍的 你看见不但是功倍 而且是我们平常努力了半天 做不出结果来的 走在神的心里面 就看到结果了 就看到结果 那在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看一段VCR 在这段VCR你会看到说 有更多不同的 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教派 但是我们走在一起 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 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参加这个聚会就是 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让我们缺乏去对话 缺乏去拥抱彼此 举例来讲 为什么非灵恩传统的教会 就不能够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来服侍呢 当然我们会觉得在圣灵当中服侍的方式 会可能跟比较灵恩传统的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在非灵恩传统当中 当我们很强调理性知性这一面的时候 其实是不冲突的 在圣灵里面 包括林荣幸老师也讲到说 圣灵需要给我们 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有个启蒙 圣灵需要启蒙我们的知性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认识 同样的在灵恩传统当中 我也发现很多的牧者 其实包括年轻一代的牧者 是很有论述能力的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聚会 给我很深的一个冲击就是 其实我们有好多可以互补的地方 而在同行的路上 正因为我们不同 所以那个互补才会带来更丰富 见证上帝国的丰富 虽然我们的政治角色不一样 但是我们假如在主的爱 我们就能合一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若能蓝 蓝绿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可能没办法完全处理 但是在教会 教会有不一样的政治态度 有不一样的统图主张 但是我们因为是在主的爱当中 我们就能合一 我相信教会合一 整个台湾社会会因为教会的合一 会产生很大的动能 我也相信因为这样 台湾会走向更合一 更充满爱的一个土地 每次听到蔡维文牧师的这个分享 都很快乐 因为他常常在讲 在他们的家里面 就是一个最好的合一的榜样 蔡维文牧师是在台语教会里面 募会 师母是在国语教会里面募会 在他们的家里面 有一个最好的合一 真的我相信 当教会 不同特质的教会 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合一的时候 我们为台湾社会的祷告 合一的祷告 才会有权柄 如果自己 我们的教会都不合一 我们怎么可能对台湾的社会 有合一祷告的权柄呢 还是谢谢主 我们渴望在蔡牧师家里 这个恩高领到众教会 众教会 而且我们相信神正在进行 阿们 另外关于国语教会和台语教会的合一 这方面 周牧师资历最完整 他参与国不同的教会 周哥 怎么看 我觉得 其实语言整个的背后 有一些有一些的因素 那我觉得带来 好像在台湾看来 好像其实是蛮单纯的语言问题 但是背后 有一些比较 变成比较复杂 那我相信 当我们真的 再一次回到 我们与神来对齐 那当我们在跟神对齐中间 我相信 我相信语言的问题 可以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解决 说国语教会 台语的教会 那我们在这里四个人 我们两个其实是比较台语教会背景的 你们两个比较是国语教会的背景 那我自己过去差不多八十年来 我大概我的年龄的一半 差不多是在长老会 然后我另外一半在领粮堂 那我觉得假如我们愿意 比较宽广的心 能够去了解 然后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 来思想来接纳 那我觉得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相信可以 一步一步的看见神继续来工作 带来更大的合影 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合一在爱里面 郑哥 我相信国语教会跟台语教会的合一 是神自己兴起的工作 我记得在两千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牧者的 蛮大的连结在墾丁 而那次神感动一些 台语教会的牧师参加 然后他们心被神感动 他们就愿意跟国语教会的 能够一起的连结 当中有一些的牧者 他们从北高雄到我们南高雄 那十几年当中 就是这样每一个礼拜一起的祷告 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是神自己兴起的工作 而当我们一起走在神的 心意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神的国度 其实是非常美丽的 非常宽广的 那我们这些年也学习怎么样去欣赏台语的教会 看到他们里面的丰富 看到他们悠久的历史 那传福音的非常美好的教宗 我们就越来越欣赏他们 国语教会 台语教会 甚至课语教会 各有各的丰富 可以在基督里面 家中呢 其实这个就是差异性 都是一直都存在的 可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 我们愿意去 我们承认自己其实不完全 我们愿意去谦卑聆听 对方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真的发现说 我们有路可以走的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真的走在一起的时候 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而这发生的结果 比我们彼此在强调 那个差异性 带来的那些的伤害 是更大更好的时候 我们就这些都放下来了 感谢主 十字架的救恩要拆毁 各断的墙 感谢主 另外一方面 我刚刚听到 这个很感恩华副会 这个下一任的总干事 他非常年轻 39岁 但是我听到他的分享 很感恩 谢谢主 看到下一代被兴起起来 其实在这一次的合一当中 还有一个主题 就是两代的合一 两代的合一 这是周哥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周哥谈谈这两代 我觉得其实我们 以前我们是年轻一代 我们看年长的一代 我们就觉得 怎么会跟我们这样不一样 然后慢慢现在年长了 就会看见年轻的 他们的做法 看法 想法 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现在慢慢 好像为什么合一比较容易 就是要知道说是不一样 是 承认不一样 了解不一样 欣赏不一样 然后在这样不一样的里面 学习为父的转向儿女 是 儿女转向父亲 而这个转向 其实我大概有好几年 一直每一天早上思想这一节神经 怎么样转向 到底哪一方面要转 然后怎么样转 那好像神每一天 每一天都有一些的启示跟教导 然后当我们愿意转向的时候 就看见下一代 很容易他们也可以转向 那一起在转向里面 就可以真正好像家人 真正合一同行 我听到有一个牧者他说 他接到他的孩子的电话 他会发抖 因为他 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孩子会怕父母 但是现在很多父母怕孩子 我不是 小时候怕父母 现在怕孩子 但是我们看见 当我们两代同行的时候 鼻子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起服侍 不一样 但是手带出来了 我们看见那个恩高 两代同行合一的这个恩高 带来的很大的祝福 我觉得下一代 有一个更棒的 他们不只是在教会四面围墙里面 他们更多的看到 教会外面对社会的影响力 神正在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今天最后可不可以请几位 先从家中那边开始好不好 有几位 我们有一些回应 我们渴望看见神做更荣耀的大事 台湾进入神荣耀的命定 是 想到诸道文里面 主讲说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合一就是神的心意 他旨意的成就 我相信当我们跟他合而无意的话 是很快他是可以成就的 是他的心意 我们很渴望 也成为我们的传承 我们不仅在这一次 我们是看到 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我们渴望看到的神木 还有更大的荣耀要彰显 是 所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能够更加的进入神的心意里面 神继续在进行 我们跟上去 真哥 是 我们在这个合一的礼程里面 我们觉得当我们愿意竭力保守圣灵 所视合而为一的心 其实过程里面 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塑造 是 因为我们要学习 在合一 我们就必须要环视 圈膝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而且在这合一的礼程里面 我们其实 就可以同心同行 过程当中我们看看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 有的时候同工软弱 那我们就可以互相的扶持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在 爱中建立自己 也建立神的教会 阿们 感谢主 在爱中建立神的过度 我觉得合一真的不是 好像是很重要很宝贝 但是合一不是我们的终点 合一也不是我们的 好像是目标 合一所带来的 我觉得合一是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的里面 我们看见整个教会 可以被建造起来 在这个平台的里面 教会可以成为光跟炎 来影响我们的世代 看见我们的城市可以转化 看见我们的国家可以转化 因为合一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祝福列国 在合一这个平台的里面 我们可以 不管是我们说 我们的命定 台湾的命定 不管是一个海上的命定 陆上的命定 假如没有合一 什么命定都没有 而在这个合一的里面 我相信我们可以 不管是陆上这个命定 我们可以跟列国 一起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可以海上的命定 我们看见神 透过这个 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到地底 那我最后我提一下 就是说 国度合一 家人同行 不是一个聚会 国度家人 合一同行 是一个生命 一种生活方式 欢迎就要说 好像不是 哎呀 我没有参加那个聚会 但是事实上 我们每一天 都在国度的里面 都在合一的里面 在家人 同行的里面 我们回家 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小组 我们在平时的 城市的祷告会 都是 国度合一 家人同行 那我觉得 这一次的聚会 不管说是浪潮 那我想 假如说小一点 好像 在一个湖的里面 我们丢下一个石头 那个石头 那个涟漪 开始一直扩散出去 那我们期待 我相信一定会带来 非常大的影响 可能不一定很快 但是会带来 很广的影响 是 的确 求神恩待我们 我相信 神会用我们 成为列国的祝福 但愿我们都一同走在 谢谢主 国度的合一 家人的同行里 一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